小日子排放的河污水即将抵达我国海域 对此不少网友都表示 看来以后海鲜是不能吃了 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鱼就算是被污染也有情有重 但以下这几种鱼 能不吃就坚决不吃 第一种就是秋刀鱼 这种鱼主要生产自日本北海道 是日料店和烧烤店不可获取的食材 虽然秋刀鱼的价格低廉 但它也深受河污水的影响 前段时间 一个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就是台湾省进口的日本秋刀鱼 测试出致癌物质整整超标40倍 如此夸张的有害物质 也吓得台湾人都人心惶惶 最终台湾省当局立刻表示 他们会将这批秋刀鱼送回日本 经过了这件事 也足以证明 现在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上个月月底的时候 日本农林水产省突然召开专家会议 他们决定从2024年4月开始 对自己国家的海鲜食品进行全面筛查 原因可想而知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海域已经彻底被污染 再加上秋刀鱼在我国海域内产量并不高 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所以我们使用的秋刀鱼 大概率是那些在日本经受过最严重核污染的鱼 它们会受到直接影响 但是具体的影响程度 还要根据核废水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 还有海洋环境情况 第二种是北海道帝王蟹 日本的海域附近有很多海鲜产品 其中北海帝王蟹是日本海域中最著名的海鲜之一 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这种海鲜在中国也十分常见 甚至是有着门面的意思 另外帝王蟹因为个头大和肉质鲜嫩 尽管帝王蟹的价格十分昂贵 也深受吃货消费者的喜爱 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帝王蟹是杂食动物 在深海中吃海星 海胆和藤壶等 而吃的东西越杂 吃进去的河飞水物质就会越多 而且生存在海洋最下方的海产品 那些被污染的微生物和海泥等 进入帝王蟹府中 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毒素 一旦被单抓上来使用 症状轻的就是头婴 呕吐 浑身乏力 严重的还会危害我们的生命 小日子排放的河污水即将到达我国海域 以下几种鱼类尽量少碰 第三种 蓝旗金枪鱼 这种鱼在很多吃货眼中是美味佳肴 爱吃海鲜的人往往对蓝旗金枪鱼念念不忘 而且国内很多高端料理店中都有它的身影 然而随着日本河飞水的排放 蓝旗金枪鱼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 有很大概率会受到河污水的影响 再加上现在距离日本排放河飞水的时间越来越长 河飞水已经慢慢流入我国海域内 不管蓝旗金枪鱼是不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都存在一定程度被污染的风险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少吃 尤其是孕妇和儿童这类抵抗力较弱的人群 第四种 日本鳗鱼 鳗鱼是日本料理店中最常见的一种食物 其柔嫩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备受人们的喜爱 但是这种鱼非常容易受到污染 因为它也属于海洋底层鱼类 往往海底沉积的核污染是最严重的 再加上鳗鱼是日本生产的 虽然我国现在已经不再进口核污染地区的海洋鱼类 但是大家也要防着一些不法商人 它们为了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 而现如今就算我们不吃日本进口的鳗鱼 我国海域受到核污染的影响后 鳗鱼也是最先被污染的鱼类 如果大家实在是想吃的话 可以挑选国内淡水鳗鱼 比如福建和广东等地都有养殖淡水鳗鱼的 第五种 章鱼 章鱼这种生物也是生活在海底的 所以它吸收底层废物的可能性巨大 不管是不是日本的章鱼都一定要少吃 而且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 周围的海洋受到核污染之后 章鱼就已经发生了变异 其中之一就是那个长有96只触手的章鱼 现如今它已经被制作成了标本 镶嵌在了历史珍奇之林 正常的章鱼都只有8条触手 而这只因为核辐射而变异的章鱼 就像一个无声的警钟 警告着我们被核污染的生物有多可怕 而且日本排放核飞水不久之后 韩国的海域核辐射就被检测出超标7倍 并且出现了36条腿的章鱼 韩国专家对这条章鱼进行了检测之后 发现它体内的致癌物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而现在只有8条腿的章鱼 我们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正在经历变异 所以唯一保证自己身体安全的办法 就是不吃章鱼 第六种 雪鱼 这是一种高经济价值的食用鱼 不仅肉质鲜美 用各种烹饪方式都好吃 所以也成了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 主要分布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地区 这种鱼齐齐在沿海 具有回油的特性 主要吃比自己小的鱼和贝壳类生物 而贝壳类食物在海洋中 最容易受到核污染的影响 所以那些吃贝类的鱼 自然也十分容易被污染 小日子排放的核污水即将到达我国海域 以下几种海鲜千万不要碰 第七种 三文鱼 今年1月份 日本福岛市政府发布了一则通告 当地一家酒店集体食物中毒 该酒店的客人中 有101人同时发生了呕吐和腹泻的症状 经调查后得知 食物中毒就是因为酒店提供的生三维鱼片 大家都知道 三维鱼在现在社会上十分常见 福岛这次集体中毒三维鱼就近取材地点 就在日本排放核汽水周边 核汽水中有高达64种放射性元素 并且7成以上都是严重超标的 以现在社会上的设备来看 是根本没办法将这些有害物质完全处理掉的 三个月之前是日本民众受害 如今核汽水即将抵达我国海域 可想而知 我国海域内的三文鱼也已经不安全 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 还是远离三文鱼比较好 第八种 石斑鱼 日本核汽水刚刚排放一星期之后 韩国就有大量石斑鱼死亡 光沥水市一个地方就有超过100万条石斑鱼死亡 这个死亡数量超过了正常耗损量 经济损失达到了8000多万 韩国距离日本很近 所以这样巧妙的时间和地点 这些石斑鱼的死亡不禁让人怀疑 是不是日本排放核飞水导致的 而这也说明 石斑鱼的生存环境比其他鱼类更容易被污染 并且被污染的速度也比其他鱼类的速度快 等于说是核飞水到达哪个海域 哪个海域的石斑鱼就有危险 除了以上这八种鱼之外 日常生活中购买的鱼类 要避免那些奇奇怪怪味道的鱼 比如没有鱼 因为这种味道很有可能是水中的污染所导致的 主要是排放含有重金属的飞水 而鱼长时间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 也会导致鱼身上存在着过多的重金属有害物质 长期食用含有重金属的鱼 会出现头晕恶心 甚至是威胁到自身的生命健康 另外还要注意鱼的大小 正常人吃鱼 购买的时候都喜欢挑最大的 就同个种类的鱼而言 长得太大的鱼 通常年龄也就越大 年纪大的鱼先不说口感 它们在被污染的海域中生存的时间长了 就代表体内的有害物质越多 总的来说 现在市场上存在很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海鲜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也要慎重选择 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所以以上情况的鱼 还是少吃为好 都心存在不可逆的影响 感谢观看